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边对折 旁边是几款不同的直飞机 展开 另外两边对折 然后折下来 再次折下来 沿这个边往里折 然后这个边再折回来 然后把它对折 稍微分开一些 把这里捏起来 这个角落在这个边上 上面从这个点这里开始 然后上面这层纸也折过来 与这个边对齐 展开看一下 放到这一面 把这个小角向上撑开 往上捏一下 形成这样 放到背面 这个小角先折到其中一侧 把它放平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边折向 这个折痕 展开 然后从中间折开 然后从中间折开 把它压平 下面两侧的斜边折向中间的直输线 展开 展开 上面一层纸往上折 沿着两个交叉点往上折 上面压成一个尖角 把这个小角放下来 然后翻到背面 这两个部分 梳立起来一下 下面的部分往上折 以这两个点为着往上折 然后再把它往回折 然后再把它往回折 你看往回折的部分 这小角露出来 这一段往回折的距离自己掌握一下 差不多就好了 然后这个部分 再往右折 大概是这个边对齐 大概是这个边对齐 然后把这里撑开 往回折 这里压成一个三角形 再把这个尖角往回折 折的这些很多距离 大小没有严格的规定 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这里形成一个小角 这一侧用同样的方法 先把它往这一侧折 再把这里撑开往回折 这里压成一个小三角 这里压成一个小三角 再把它往回折 两个竖起的部分再放下来 翻到背面 把这个边稍微往里折一点 然后这个部分把它捏起来 调整一下 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节 可以调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把中间撑起来 向上撑 中间这个纸变成封线 捏起来 形成这样 这样一款B2轰炸机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有点准备 谢谢 MOKA